14号台风小犬或将生成 鸳鸯台风经过琉球群岛东北方 其环流旋转所带动 即西南气流导引 台湾东方外海的环流 向北北东以时速15公里的速朝向琉球群岛南方度移动 这股上升气流也随其伪劲产生互动 风速每秒6到8米 风力6级 加上风切变只有时速10到20公里 海面温度逐渐升温 太平洋高压在这区域比较薄弱 使这一区域的对流有机会发展 逐渐形成热带低压状态 从EC系统及GFS预测中 可以看见未来两天 这系统发展更加旺盛 有生成台风趋势 也就是今年第14号台风小犬 到底这系统能否顺利生成小犬台风呢 请密切锁定 祝千辛看气象 气象看住千辛 随时更新 欢迎点赞评论观看舞台 来到球献献 得以下有种缘口 相同的缘口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